頂級A5和牛在煎台上 油封後靜置 再煎一次讓肉質外酥內嫩 蝦勒比海龍蝦淋上白酒 加蓋燜煮增添口感層次 台中新天地集團旗下法式鐵板燒 北上插旗台北 吸引大批韜客聞香而來 我們每個月的定位 大概在九成五以上都是全滿的 對不對 那我們推出這和牛的部分的話 主要也是除了日幣貶值 至少會多個兩成以上的客量 同樣祭出牛排龍蝦 響兵集團全新鐵板燒品牌 用的是鹿兒道A5和牛 以及安格斯牛小排 還把Prime樂眼 捲入薄皮辣椒和藍紋起司 一百九十八坪的空間 搭配高樓層絕美景觀 也是一大亮點 結合我們過去公司在經營 高價值Buffet的這個經驗 那我們希望說 也能夠在這一個高空景觀 提升服務含量 也提升剛剛講的 我們在食材搭配上的特殊性 未來也是下一個年營收破億 單店年營收破億的品牌 王品集團則是老早 就把木光鎖定中高價鐵板燒 光是和牛就有鹿兒道A5 澳洲M9可以選擇 近年中高價位鐵板燒品牌遍地開花 像是紫蘊就在新莊開幕 樂葵鐵板燒也進軍信義區百貨 五紅花去年十月進駐新莊 板前和牛鐵板燒則選在中山區開店 主廚就在你面前 非常簡單的一個烹調 可能也許就是用一些玫瑰鹽 甚至於是跟食物藉油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很健康 而且非常有很好的一些手藝 鐵板燒料理深受台灣韜客青睞 每年商機更是高達百億元 餐飲集團各自出招要靠高檔食材 及用餐體驗搶下市場大餅 3D新聞 張廷祥 伊麗婷 台北新北報導